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把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以为的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踏你所望 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股评 今天大市低开,低开后跌了三百点后就转升 如果看看现在的升跌并不是很多 如果恒生指数在升3点到21,590点 都是有个小小的阳烛 指数动不大,但其实看板块或股份上 都很多移动股份和升股份比跌的股份为多 现在的成家压房上,长期升6% 吉里升6%,李宁升3%,中月海虹升4% 今天主要的大市指数还有一些资源 金融类拖后腿,但其实海有跌幅都缩窄了 现在都缩窄到1%,刚才早段就多些了 指数不是太移动,但升的板块也多 主要就是国策推动的板块 其实集中在 也是,如果你说蓝筹当中 今天升幅暂时最多的就是吉里升6% 李宁升3% 塔安达升2.4% 这些似乎都是跟消费品相关 买下车买下波鞋 暂时来看,像你所说的,国策推动 我估计今天都是这些学情 体育用品和车这两方面的消费板块 都有相关的体振 车方面的质量很长 首先商务部等17个部门 全部联合一起发布了一个关于 搞活汽车流通 扩大汽车消费的药干措施通知 一场的一份 而且国家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当局会进一步促进汽车市场潜力释放 下半年就汽车消费有望实现较快的增长 看看今天车的反弹力度 比起我们中五体的时候也有升多了 看看吉利 吉利长期现在这两只都是升6% 如果单日升幅就没那么多 因为比亚迪一早走得快一点的一只 都是今天的情况 吉利去到20天线 跟着16.4 又起了阳烛上来 可以做到一个新的支持位置 吉利的走势很明显在20天线似乎站得住 因为在6月中的时候 当时横行 都不穿20天线 跟着消息政策一到 就炒了连续四五天 最近休息四五天之后 它仍然不需要穿20天线 为何这样去推出呢 大家看看 当然如果去三大新势力 甚至比亚迪那些 全部多头破顶 就没得好比 这一只很多事就会跟长期比 但是你看看长期 金浪完全守不到那条20天线 即是那条绿色线 已经连续第四天 雖然它今天都有一些上涨 但是呢 是找不到一个明确的买入点 因为它根本就已经是落穿了那条20天线 所以似乎好样的话 就真的吉利稍为好样一点 是呀 整体板块就有这样的行程 刚刚罗術手问开 也是一个车相关的股份 就是五五八 那些车股呢 如果你说看六月头那些位 六月中六月头那些关口 就全部都没有穿的 它只五五八就穿了 五五八就都知道 如果你要数理好因素 其实怎么都会数到的任何股份 但是就真的相对上是小一点的一只 其实还有些小一点的 就是三零五 就是三零五 看看三零五 现在怎么样 它都没什么 那你这一只 就是它走的时候冲得特别快 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小一点股份的特征 炒起来的时候就冲得特别快 那下来也是 那至于你说买了万二股 十七个七毫八的一钱 十七个七毫八的一钱 其实你的指舍位应该在十四个九毫八 就是十五元边那里 十四个九毫八这个位的话 就应该是已经穿了 现在叫做弹翻跌 那之前就十三个零八指舍了一半 之后跌到七个六毫四又没有交 现在可以长渣几多之后会回升 还是现在交货 你应该是搜买 就是如果 因为它走得急 但是你又是由五月拉这里 那你搜买这个关 这几天的低位 但是你说交货 那不如可以分拆一下买其他 为什么不一定看着一只 你就算只是说新能源车的板块 都有很多的选择 其实 嗯 交货和长渣我都不同意 因为这些投机一点的可能短炒为主 交货的话 你现在一个M字形的格局 其实连颈线都未上回 那自己去小心一点 那当时股份在六月二十九号 当日出了个业绩 就因为有营起在线 增长82个百分点 只是符合市场的预期 那加上当天早上 在市场就有六亿元的货 就大手上板 未知原因 导致连续五天 累跌三成 在哪一棍 六月大九 大阴烛那天 所以到现在 其实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上回去 因为你都不知道 哪个价格 是啊 这个真的大家去看 这类型的股份 要很小心 很关注的事情 就是 那天是十三厘成交的 六月二十九号 没错 就是这些你要小心 他突然间 那么放量的成交 是不是已经大手 去沽了货 相对他现在的市值 都不是很大 但其实差不多一成 只有接近 所以挺大的额 十几亿就不算很大 但以他来说 是比较大的成交 那时候是 所以这个都是要小心 关注的地方 因为投机的股份 一定需要资金 才可以炒作 那如果主力已经逃走了 那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那其实今天呢 如果你说车板 是否能买得呢 我都觉得很个别 因为呢 刚才吉利和长气 有个强弱的分野 比阿迪就 你时时都买 没有什么所谓 但是你看到9866呢 其实现在这一刻呢 我觉得未来 20天线 现在是跌一跌了下来 是的 那所以这些 你说是否已经 车板调整完了 任聚呢 譬如这一款 我觉得不一样 所以这个情况 在于还是要选股 是的 那么未来呢 如果说看回 造车新税力那几间呢 他们的产销呢 过去前一两年 应该是 蔚来是领先的 在这个三宝里面 那三间中确车期里面 但是现在呢 蔚来就已经 基本上是被追上了 那现在应该理想 和小鹏众的增长 和产销总行 比蔚来 如果计算上半年的 那整个实数 那个产销数据呢 那就是基金岩 不是基金的增长呢 那应该最劲 是变成小鹏的 所以蔚来 现在在这几只来说 都是相对落后一点 甚至呢 如果计算上半年的产销呢 还有些正在上来 它们已经叫做新势力了 现在还有 拿渣和零炮都正在上来 没错 真的可以来香港 是啊 所以它们都比较 面对了比较大的挑战 这些新势力来说 是啊 所以自己去选好股 就算那个行业上做好也好 刚才所说 就是蓝筹里面领将 有车有体育 其实还有些三一六的船仔 因为数据上今天出座 不过其实大家也看到 3.6虽然的升幅是有在 但是呢 其实3.3的百分点 不是些什么来的 你看到图 其实还是转弱当中 那反而情愿真是看看 譬如李宁安踏 李宁 现在挨近 未曾日中高位 日中74.3毫半 现在刚刚差一元 就是73.3毫半 那今天中午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过 过去这六至七个交易天 在现水平徘徊 可能做一些整股 但是刚才所说 有些国策的支持 那你看看可不可以 就冲得串 因为今天呢 其实呢 市本身是小成交的 到现在才1029 所以这股股 现在这一刻呢 就等于可能 昨天的九成成交 又迈可能和昨天一样 那未曾说很明确的突破 不过其实今天全日都 基本上 都基本上 疫市升至2至3个百分点 似乎都有资金追捧 嗯 那国家的消息面上 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引发关于体育助力 穩经济 速消费 激活力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那要求加大体育产品 供给和加快体育设施 投资建设 争取降低体育企业的贷款 那促进体育消费 那都几 就是有几个层面 有加大设施建设 有速消费 那还要是争取降低 他们的贷款 那几大的股份 今天都有受到刺激 有反弹 那李宁 如果今天7.3.1以上收到的话 就已经算是 近这几天收市的高 即近这十多天 应该由三月开始计 由三月到现在收市的高位 那都应该大机会 其实现在差不多 在这个边缘位 7.3.1以上算是有突破 现在7.3.5 那另一只就是 就是安达的话 要突破 应该98.5 那现在97.7.5 那都是差一点 不过都是在这些边缘那里 1368 都比5后油再多一点 这个就应该再走得更厉害 人家可能在这些位置那里 那已经一早上来了 对了 现在又是了 就是除了特先的油卖替震 和这一轮都应该 最重点就是六月解封 它们其实开始 开始真的出现全世界都是六月解封 开始六月头开始 那现在就在预期到六七月 就是四五月过了谷底之后 六七月的产销 那应该是可以改善的了 那正路都是好像中午所说的 追两只巨头 那我也会选那两只 是啊 那看看可不可以有这方面 所以需要做一些部署 那至于你说在那些叫做政策 扶持下 那今天那些都顺便 那些都顺便辣一辣 那些餐饮的股份 餐饮的股份 那今天就挺个别的 个别有得上涨 看看是否调构了 譬如969 海伦斯 做酒管联所的 那正在升了百分之三 另外呢 就是9987 那就是内地 披萨克 和KFC方面 在中国代理 那都是升百分之二的 那当然啦 较早前在月底的时候 就一路炒上来 连出游 旅行等等全部都破围 但是过去这几天就调整了 现时这只百姓中国就跌下来之后 其实今天的上涨两百分点 未曾站稳之前三七八的颈线 那些顶线 那自己小心一点 至于9869 这只似乎相对稳一点 是 可以见到 在四五月一度横行 上一上 然后六月一度横行 上一上 那现在呢 移动呢 就未曾移动很多 是 这只比较强细 而且它昨天已经站稳了 开始 其他那些大部分是 今天才叫做开始转运 就是 如果说它想购买 例如9922 就是叫做今天第一天 转运 那你最好呢 就先站稳多一天 转运完之后 真是先起动 那如果是9869 这些转运呢 都可以算是15.1 这些今天开市位的15元边附近 那开始在这一边 可以尝试去做支持 大家看这图可能 刺激地刺激 你 就是 在六月的时候呢 就是在一条二十天线上站住 跟着就起浪 然后这几天呢 可以帮你休息的时候呢 它又碰到二十天线 暂时在开阳烛 可以留意了 现在将近四点钟 进入竞价时段 恒生指数呢 就最终升到二十四点 两万一千六百十一点 维持着一个上升格局 进入竞价时段 我们去到广告 转头答案问题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白狼就说了 三八九八 可不可以留意呢 你说小人提好像安心点 那就是微升0.8% 那跟很多股份 都是一样 去震完几天 这样开始 淡底又承接 这样 那现在暂时 如果你用开市收市 那大约是三十六九 那支持 又是初步传闻 那你初步传闻 比如明天就继续 开阳的 已经两年阳 这样比较大一点的把握的时候 那你就进入 然后就用三十六九 然后就做防守位 那接着第一关就是三十八九七 那至于是否小人提的 就安心呢 可能小人提 或者跟市无关的 那老实你到时就不要 到市大升的时候 自己没有份 又问为什么 那当然可能到回头 到市大跌的时候 你都可能没有份 因为有时你要走偏满 但那些小路股份就是这样 有好有坏的 我自己觉得 那接着呢 就配冲他就问江西团 三五八 那究竟他现在说 怎样看 那看看三五八 最近都是跟有息金属股份 一样都是这样 那我不知道他问 怎样看有没有货 我觉得就没有货 就不用辣了 因为两次的十一元都有支持 今次都穿了 而且起码都八个交易天 最少最少都有反弹 收复十一元才说脱险 否则都是一直跌 是啊 破大底 就是三月五月两个底都破了 就是比恒指更加差 因为恒指现在一个大底 已经在三月那里 那他就很明确是向下走势 虽然你说明天会不会反弹 那有机会超买反弹 那六月底的时候都试过一次 但是这些超买反弹 是未必真的有个大幅的反弹 Terry他说七八零 买不买呢 那跟很多的股份都是一样 因为前几天的市场震了 很多都震了下来 震了下来 今天初步传闻 那你要买呢 其实都应该是可以抠的 那今天就初步传闻 那今天呢 这个上升 搞到惑到他串了 就是大约这样 那还在一个的声势里面 那比如明天再起多棍 你就很明确了 那然后你就可以用今天的开市位 就用15.8做止洩位 那之后 那今天都有一些相关的消息 那就是和数据 那就是说 自从疫情形势好转之后 就伏伤伏市 那各类消费都见到 在政策推动之下 就有个彰显到一个效果 那现在去旅行 看电影 买车买房的人 就明显多了 那现在在旅游消费方面 海南就放松了 对上海北京等城市 低风险地区的管控 那去海南的客量也都多了 那根据去那儿的数据显示 在6月25日至26日的周末 飞赴海南的客流量 比起6月18至19日 就几乎翻了一倍 那全国酒店预订量 亦都超过了2019年同期的水平 那刚才就见到 还有一些港府 暂缓个别航线的熔断机制 那深圳机场 亦都向内地航空公司 给予寶座 令到这个旅游相关的板块 因为疫情震了一阵之后 也有个传闻 好,那接下来 就看有位朋友 很长的问题 很详细 其实他就很想学术研究 就说 譬如1177 终生制约 因为他很想知道 究竟股份一直上升 然后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怎样才可以决定 继续保持 还是知道 它不会再上升 我觉得很简单 尤其是大家 一众散户朋友们 如果你说 我教你看小时图 我觉得太过短时 好像日线图 不如看日线图 我经常说 一路上升 譬如一枝羊竹 只要那枝羊竹 如果20% 那当然不会 不会看羊竹 要到时拆开它 看小时图 以一幅正路 这么大的蓝筹来说 我觉得看看日线 譬如7月4日 他开市位是4.99 当时收是5.27 我觉得他后市 怎样调 都不调穿一枝羊竹 即是4.99 收失的话 你照保持 那就叫做不退得过龙 他正路 他现在这些水平 你见他日日有下影 就是说下去之后 又有买盘 去做高一点 甚至乎做得高 到开市价 所以有少少的羊竹竹身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OK的 可以接受 继续保持 只要不收市 跌失 4.99 基本上 他是属于头 后市仍然还有机会 当市又头够 他又头够 所以就这样说 A星座买得够低 4.22 买货 如果后市跌穿 4.99 起码这7毫是赚定的 所以就先恭喜 用这个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好 接着阿森 他有两只蚊 首先3.99 波斯登 他就有货 6.3有货 现在就5.11 6.3有货 就是等着 他说 大行就有大行 唱7元 我再上什么位 指示位在哪里 如果你6.3 你大约就见到 你应该是 上年买的 应该是上年的高位 他们唱7元 其实基本上 就差不多 大约是上年的高位 上年高位 就是6.93 所以叫做参考下一个关口 就是到那里 先看着那里 如果你都拿得这么久 现在叫好 你当然是拿着它 又是 其实它急升了 之后 如果有回落 都是正常 那你就用4 而一个指示位有些圆 是4元 因为它真的没什么回落 他下次再回下 才有新的防守 都是现在一个重点的 资金炒的板块 很热炒 就是消费 刚才看过几类别的消费 现在的一个 无论你看北向资金 还是南向资金 现在主要买的 都是这些类型 我看到这篇文章 就说 它现在不只是做羽绒 因为它之前有做 四季的市装 我想大家都知道 很久 它现在主动的市场 是儿童装 你儘管留意一下 这个都是很肯花钱的市场 是的 没错 接着就问阿琛 阿琛 阿琛他说 23333 是不是转向 刚才说过 如果要比175的话 175能够稳确地站在20天线的位置 是英俊的 这只塞了20天线 已经4天了 暂时还没弹回收服的话 是不英俊的 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转向 还有刚才提过 今天车 其实真的不是一只只能 加上市 今天成交少 好 WINKY 他又有货的 285比亚迪电子 22元有货上网 也是前几天急升 急升完又跟着市都跌下来 今天开始有一些 今天叫做第一天 叫做下影线 叫做探底有承接 初步有些机会 今天开23.05 接下来收23 即是大约看齐头23元 如果明天站稳23元 再升上来 你之后可以用23元做一个新的指站位 现在没有的防售位只有19.06 这里应该会有承接的机会大 再看26是6月尾 这个大阳烛的收市 第一关先看这里 刚才我们在说车的时候 我简单一句 说给阿迪 何时你都可以买的 user他想问清楚些 他说可以上网多少 你见到他完全不帮你塞廿天线 很强势 很有支持 上网都不用说很远 因为他的历史顶在前几天 最多当时是 就是我用足身计的 喜欢326.6 应该是331元 331元是6月28日收市价 331 先看331 接下来我便喜欢一盛一盛 假设上去 所以就是360 390 逐步逐步来 如果你说要买的话 我都可以的 当然 后市如果跌失条20天线 你就要到时看紧一点 在哪个位置再加注 还是再偷货 好 好 Phil Corp Pass 4 他就说买了一只牛 看到收市后的旗子都算行得不错 买了一只牛 看看旗子现在的情况 是否在21300 这个位置做止舍位 如果是 可以开小时图 你看恒指 现在下面的止舍位 是在20697 如果你看这里的话 甚至你短线一点 你可以拼拼这个 应该是21200 21200 是1200做止舍位 如果你现在是有牛 可以 其指这里就是21216 好 跟着都看看 就是刚才那些活跃的股份 刚才除了你说 看过那些波鞋 看过汽车 那尴尾都看回那只1919发型 看看它收市什么猫羊 那它仍然都还是有阴烛的 因为它今天都开的时候 都六个百分点以上的 那开就开是 就是11.6 那现在收就收在11.42 8指的阴烛 13亿成交 那我仍然相信 那只股份真是弹极有限的 因为那个航运的板块 暂时来说 都还是比较困扰一点 是运费问题 那虽然最近呢 就有一些说法 就当然在那里 就是憧憬中美贸易 会不会有改善的迹象 会不会多一些的货运 那但是呢 都要很针对性的 可能在科技的产品方面 还是很多关税的 那然后呢 现在说可能一些服装 那些生活用品 那些必需品 才会有机会减 而且真的冰山一角 对比起他们 加蒸了税项 减免的那些是好笑 所以呢 你如果纯粹靠这件事 而买好船仔 博它贸易战软化去博 我觉得都不适宜的 太弱势了 那不如去炒药名那里 可以随名单 都比起码是比较有资金 去跟进买上来的 那白狼选这只66100 他说都看到有资金去部署 看到资金都是这么级的 那可以怎么部署呢 现在应该都很明显 一级一级 现在应该那些一级 就去到61.2 那这些比较大波动 都是放得近的 那你可以用61.2 做止蚀位 接着就要去突破 第一关66 接着是67.2 都是慢慢看上去 那现在61.2 可以做到 好了 那现在就4.15分了 恒生指数跳定了 是升多了 21,643 大家还看到下面那一格 就是旗子方面继续中一步高水 那看一下 对明天有没有启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为止 明早9点15分再见 拜拜 拜拜